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4月22日星期五 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周五 4月22日 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中央军区副指挥官明涅卡耶夫表示 俄罗斯计划的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 是全面控制顿巴斯还有乌克兰南部 这也标志着俄罗斯首次承认 正在为建立一条穿过乌克兰领土 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而战 明涅卡耶夫没有透露乌南的哪些城市成为目标 乌克兰政府仍然控制着这个地区的两个关键城市 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 明涅卡耶夫在最新的计划中 暗示俄罗斯没有打算很快停止在乌克兰的攻势 乌克兰最近几天警告说 占领乌克兰南部城市的赫尔松的俄军 计划在未来几天举行一场公投 宣布成立所谓的赫尔松人民共和国 这与俄罗斯支持在顿巴斯建立分离主义共和国的做法是相呼应的 俄乌战事进入到第57天 拜登政府高层表示 他们相信未来四周将牵动整个结局 战局衍生的态势攸关几十年欧洲版图 乌克兰不能输了乌东大战 当务之急是尽快的军援重武器 纽约时报报道说 拜登政府预期战事将会漫长并且磨人 并且认为尽快援助乌克兰更多的新型武器是当务之急 拜登昨天宣布将会再给乌克兰8亿美元的额外军援 而乌教大楼方面 国防部部长奥斯汀 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这周都不停地与盟邦通话开会 主题就只有一项武器 这周通电话的国家全部都有重型武器 比如澳洲 英国 加拿大 丹麦 法国 德国 荷兰等等 一位不愿据姓名的官员表示 俄军如果能在乌东顺利推进 普京才能宣扬所谓持续的军事行动取得一定的成功 普京到时候也许会愿意停火 并且拿下顿巴斯 俄国谈判会拉高姿态 如果是乌军能在顿巴斯挡下俄军 美方认为普京就会将面临艰难的抉择 是投入更多兵力拉长时间打下去 还是转为认真的和谈 官员表示 如果选择继续大战的话 意味着俄国要全国动员 这对普京来说将会有政治风险 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形容 未来一个月的战事对乌俄都是关键转折 但某种程度上对俄军有利 因为俄军可以在更开阔的地形作战 但是他也表示 五角大楼相信 只要对的武器到位 持续保持高昂气势还有机动 乌军不但可以挡下俄军甚至可以反攻 前驻欧美军特战部司令李派斯他就说道 对乌克兰而言成败在此一举 必须不能让俄军拿下顿巴斯全境 李派斯说 如果俄军成功拿下乌冬 并建立了一条陆路走廊 让乌克兰丢失亚素海海岸线 俄国就能取得有利的谈判筹码 五角大楼与乌克兰方面相关的报告 都认为目前俄国在顿巴斯的全面攻势还没有开始 俄军仍然继续在积蓄力量 特别是普京在宣布拿下马里乌波尔以后 从当地释出了军事能力 白宫副国安顾问辛赫在21日表示 有令人不安的证据显示 中共军队正在透过多种管道援助俄罗斯的军队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辛赫在一场线上研讨会上表示 北京可能希望延长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 因为这可能会削弱西方与俄罗斯的实力 并增加中共的影响力 不过辛赫也说到 中共也不希望乌克兰冲突失控 因为可能会产生外移效应 对能源还有食物供应链也产生负面的影响 可能给中共自己带来严重问题 彭博社报道说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周四 4月21日布鲁塞尔再度警告中共 中共的所作所为对俄罗斯情势并没有益处 例如放大俄罗斯假消息的攻势 如果中共为俄罗斯人入侵提供物资支持 将会受到制裁 他希望北京能够从乌俄的战争中 汲取到正确的教训 谢尔曼指出 中共已经看到西方在制裁 出口管制等等对俄罗斯的行动 如果北京确实要提供物资支持 他们可能会面临到什么 今天4月22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针对谢尔曼的话反批示污蔑抹黑中国的老套路 还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光明磊落 公正客观 而中共大使本周也表示 北京计划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 这也表明中俄关系很牢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挫败正在加剧 有专家认为 习近平将会仔细分析 俄乌战争所暴露出来的弱点 重新调整对台湾的计划还有态度 美联社报道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比中共更加关注 各方面处于劣势的乌军 是如何重创被认为是世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 中共与俄国一样 一直在改革自身的苏联式军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者傅泰林表示 俄乌战争为中共提供了警讯 中共军队是否能执行 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更复杂的行动 而美国高度掌握情报的能力 也让中共感到震惊 另外 俄国入侵以后 西方民主国家对俄国实施严厉协调一致的制裁措施 并为乌克兰提供高科技武器 这都让中共引以为戒 也让习近平重新考虑 他对台湾的态度 4月21日 习近平在博奥亚洲论坛发表演讲时称 反对单边制裁还有长臂管家 有分析人士猜测 自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之后 北京当局一直在是否能承受 来自国际社会二级制裁的边缘 试探着西方国家的底线 而习近平也忧心外界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据消息说目前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超过6000项 俄罗斯正在面临30年来最困难的局面 路透社评论认为北京经常批评西方制裁措施 包括对俄罗斯的制裁 但是也一直小心翼翼的帮助莫斯科 这可能会导致西方对北京进行制裁 近期中共喉舌新华社连发6篇评论文章炮轰美国 指责美国霸权 既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 也是背后的操盘手 还说美国灯塔效应不再等等 目前中国疫情四起 上海等地封城 造成民怨沸腾 而这些反美宣传 本来可能是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不料想却成了大型的翻车现场 新华社的文章中说到 美国大流行病是各国之首 美国大搞疫苗民族主义 还老调重提 美国又是种族问题等等 文章中还引用 昆尼别克大学年初的民调 指有58%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民主制度有崩溃危险 言外之意 只有中国是最安全的 中共的体制才是最好 然而有趣的是 很多网友在新闻后面的留言 几乎是一面倒 大批中共咬牙切齿恨美国 恨成这个样犯得着吗 还有的网友说 口中恨美国 但是高官 富人子女或者留学生 拼命找机会留在美国 有网友质疑 这些指路为马的文章 与中共支持俄罗斯遭国际社会孤立 和目前大陆疫情封城 民怨高涨有关 宣传反美是想让民众 比较中美抗议表现 来缓解民怨 上海封城以后 当局的极端管控措施 不仅让受困家中的上海市民怨声载道 也让当地的外籍人士感到了愤怒 近日 上海一位德国人怒怼居委会的录音传出 大骂中共政府太垃圾 一段视频显示 上海某居委会要求当地的德国人罗斯 必须去方舱隔离 罗斯回应说 我不是阳性 我要求做新的检查 罗斯最后提到 我不关心你的政策 我真的不在乎 因为中共体制真的是一团糟 录音中罗斯还说到 这是荒谬的 这是对你 对政府 对上海 对中国来说都是耻辱 这真的是个大笑话 通话中 你能感受到罗斯的愤怒 另外一个视频也显示 因为持续封城封校的极端措施 一个大学生被逼得崩溃 私生裂肺的喊道 自己就是美帝的间谍 要找警察把自己带出学校 有网友说 滑稽但又很悲凉 还有的网友说 现实版示范中共是如何把人逼疯的 新华社指责 美国是谎言帝国 有网民嘲讽说 上海封城都快饿死了 中共还有心情去关心美国人民的水深火热 美国华人谁会赞同新华社的说法 马斯克这几天除了因为购买推特上了头条新闻之外 他的星链还有SpaceX的能力也被五角大楼注意到了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4月21日的报道 五角大楼专家特雷珀在国防部开会的时候表示 当俄罗斯在试图干扰乌克兰的星链卫星宽带服务的时候 SpaceX迅速就出手阻止了 而它的反应速度让五角大楼大开眼界 五角大楼官员表示 美国需要在电子站的快速反应方面做得更好 并且可以从私营部门如何处理这些情况中学到很多东西 在之前 乌克兰官员向马斯克发了推文请求帮助保持网络在线以后 马斯克很快就将数千个星链终端带到了乌克兰 就在媒体报道俄罗斯进行干扰以后 第二天星链就进行了修复 而这样的技术还有速度 让五角大楼这个专家都惊叹 特雷珀说 我们需要能够拥有这种敏捷性 我们需要能够改变我们在电磁站中的态势 他说 美国需要有更多的创新思维 仅仅购买传统系统的升级版是不够的 美国必须想出自己的新的系统 使其具有更大的弹性还有速度 他还提到 俄罗斯的入侵也让美国学到了很多 关于俄罗斯装备的先进性和可靠性 以及他们的部队以同步方式进行执行任务的能力 除此之外 马斯克收购推特也有了新的进展 周四根据申报文件显示 摩根士丹利在内有十余家金融机构 排队支持全球首富收购推特 他们将提供大约255亿美元的债务融资 而马斯克会透过股权融资的方式再提供210亿美元 总计是安排了465亿美元 据纽约邮报原因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 马斯克正在与私募股权公司托马布拉奥 就其接管推特的竞标进行谈判 美国卫生官员在全美发出了警报 提醒医生注意可能与感冒病毒有关的 不寻常的儿童肝炎感染病例 据统计 截止到目前 至少8个美欧国家报告了上百例神秘的幼儿肝炎 据新闻杂志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 美国疾病控制还有预防中心透露 在欧洲多起儿童肺炎感染病例中 都发现了一种被称为腺病毒的普通病毒感冒 目前美欧同行进行合作 来了解这种儿童肺炎感染的原因 周四 4月21日 英国卫生当局表示 迄今他们已经确认了总共108例儿童肝炎病例 病情非常不乐观 有些感染的儿童需要进行肝脏移植 根据欧洲疾控中心的报告 丹麦 爱尔兰 荷兰 还有西班牙 也出现了这类新增的感染病例 美国卫生部门发出的警报中 要求医生向各州还有当地卫生部门 报告任何来源不明的疑似病例 并且建议医生队友发烧 疲劳 食欲不振 恶心 呕吐 腹痛 身色尿液 关节痛 等等症状的年幼患者进行腺病毒检测 阿拉巴马州公共卫生部表示 在1岁到6岁的儿童中发现了9例肝炎病例 其中2名儿童需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在9个病例当中 没有1例此前有过中共病毒感染病例的病史 除了阿拉巴马州以外 美国其他各州也在调查类似的病例 目前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正在与各州卫生部门合作 确定美国境内这一类的儿童肝炎病例的数量 苏格兰公共卫生局局长迈克·梅纳明 告诉路透社的记者 目前苏格兰已经确认了14个这一类的病例 研究人员认为 腺病毒感染可能是导致肝炎病例的原因 并可能是与另外一种病毒共谋一起感染 因为在英国有77%的感染儿童 被检测出腺病毒呈阳性 同时也指出 其他致病原因也有可能包括 接触了毒素 中共病毒感染或者出现了一种新的病毒原体 要么是与腺病毒结合后感染 要么是单独感染 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主任表示 这种急性肝炎符合COVID-19疾病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 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